假设你要把module名称rename的话 你就是直接点击module1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module1 假设不是1 比如说我叫underline 其实它中国名称也可以 这个是for聚集的 所以你可以什么 打一个markle或者是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聚集好了 打中文也OK 我习惯是module然后底线 underline比较安全 你建设不要用那个-符号 那个比较不太安全 聚集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那个module的名称就变成 底线聚集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 比如说2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underline 加一个vba好了 这个用vba自己写的Enter 它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变更它的名称的话 记得先把那个属性视窗叫出来 从底下这边去做变更就可以了 它有个name 好这样的话就是那个一些操作的技巧 另外呢vba的视窗 假设你不小心关闭的话 一样之前有同学 他可能看到属性视窗也关掉 连上面那个这个也不小心把它关掉了 变成这样子黑白的世界 就很担心说这个东西怎么办 他想说关掉之后呢 重新开会不会就恢复正常 还是没有正常 他就觉得很悲剧 想说要不要重管了 这不用啦 检视里面找到专案总管就是了 专案总管里面你要module 你就把module点两下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环境呢 你如果不小心关掉没有关系 你就知道说检视里面的专案总管 那下面这边我们刚刚rename这部分 就要检视里面的属性视窗 他就会放在这边 ok 放在下方 那如果你要开启module的话 就直接点两下 module 这样就ok了 所以慢慢习惯了 你熟悉这个环境之后 以后就照着这样操作 我想应该也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又可以跟他相处的蛮愉快的 而且这个环境真的还蛮 如果跟其他的程式员 比如说像python 或者是说java 或者是其他的开发环境比起来 VBA已经算是最简单的 语法也是最简单的 环境也是最友善的 对 那如果你们用别的工具 你就知道 怎么这么麻烦 这么复杂 只要装个环境就要装半天了 那VBA怎么样 他完全不用装 你只要把什么 把那个 开发人员标签叫出来 Visual Basic就有了 完全不用安装 第二个是 因为他是直接在Excel里面 所以 只要是处理Excel里面的资料 最方便的就是VBA 即便你用其他语言 你说那个python 其实如果你要处理它 你还是会有开档 关档、存档等等的相关问题发生 而且还有转码的问题 还有什么UTF8、MSU等等 很多一堆问题 所以你说处理Excel的资料 VBA相对起来是最方便 OK 应该其他语言也没办法这么方便 那有绝对的主场优势 OK 大概是这样子 除非你不是处理Excel的资料 你是处理别的资料 那就另当别论 好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我希望它可以怎么样 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 可以帮我增加一个叫什么 手机函数好了 这个手机函数呢 就是一个罗伯的坑 有没有引述 一个是电信业者 一个是门号区码 一个门号末码 一个一个的选取 给它之后呢 它会帮我把最后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 诶 那程式该怎么写 怎么制定 一 特别注意哦 一样先在这个Visual Basic 环境里面 二 在底下 刚刚那个VBA 这个我们地方 直接在这个Module 不用重新插入新Module 直接怎么样呢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叫手机函数好了 叫手机算 直接就是叫手机 比如说我这边给它一个 叫手机的一个 特别注意 Enter之后 记得哦 请你把形态 一定要改成叫Function 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不要选错就OK了 这个叫手机 这个叫Function 然后按确定哦 那特别注意哦 一定是Function 才会是自定函数 按确定 那会在这个我们的Module里面的下方 会出现有一个叫Function 手机的东西 那后面会加上一个小刮壶 那如果说我今天 因为Function呢 跟Sub最大的差别哦 因为Function是互动的 它会跟使用者要东西 那要什么 要三个资料 所以特别注意怎么要哦 其实会在这个小刮壶的里面 跟它要三个资料 所以记得哦 好一 请你切到Excel里面 把这三个栏位 里面的资料Ctrl-C 好了 因为我偷懒一下 就是直接拿这三个栏位的名称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刮壶里面 贴上 然后呢 请你把空白的地方呢 改成 逗点 因为它规则一定是逗点 第一个 第二个 好啊 后面的话刮壶就加在后面 好一二三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哦 你只要是方选哦 特别是如果你要确认说 你这个OK 你可以什么 先到 这边 切到Excel 对不对哦 然后呢 插入一个函数 它的类别一定会放在使用者制定 使用者定义哦 那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是当你插入一个方选的时候 至少一个哦 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 那你不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这个群组 那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手机的一个方选出现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会有 一 二 三 那这三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 一个 逗点 一个 逗点 那如果你现在有很多个引数 你可以很多个 那他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会把资料 带给你 所以你有没有 传过去嘛 所以使用者会选三个资料 那分别的话他会带三个资料过来 三个资料 所以这边 这个是这一个 带给你之后的话 但是呢 你会发现按确定 里面一定是零 因为我程式还没写 那 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后面的程式写完 那你这个方选就完成了 那写哪些东西呢 基本上一样哦 就是把这三个给你的东西 你把它串接完之后 丢回去给谁呢 丢回去给这个方选本身 所以记得哦 一把这个方选名称 复制贴上到前面 我喜欢按个TAB 这个手机等于什么呢 等于 09开头 所以09 把这个串完 09什么and 然后一样什么呢 再来就是把手机号码 09 再来就电信业者 所以09电信业者 所以使用者会给我一个电信业者 的一个名称 然后呢 我一样再把它串接什么and 然后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好像跟前面还蛮像的 只是上面是自己去抓到储存格的位置 这边的话不是哦 这边是他会给你资料 你把它串接完 返还给那个手机 所以 拖揽一下 直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 这个拿来参考 这个and 其实拿上面来改 其实也OK 所以上面这一串 直接拿到下面来 再and什么呢 andformat 然后什么呢 门号 区码 其实是刚刚的G栏 format 这个 所以这样来就是什么 format 门号区码 把它改成000 串在一起 再来呢 and 就是门号末码 所以把它 这个刚刚的这一串 Ctrl-C Ctrl-V 然后把门号区码 改成门号末码 区码改末码 ok 好 因为太长了 所以怎么样 我再把它这个第二 习惯上会第二个and 这边加个底线 然后再加一个enter 让它换行 按个tab 好 这样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吗 就是说呢 它给我们三个资料 那我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三个资料 叫创接09 电信业者 一个简单符号 format 门号区码 为三个零 就是 如果没有三码 就补零 and 门号末码 一样format 然后最后的话 把串接的结果 返还给谁呢 返还给这个function本身 暂时存在这里 存在这里之后的话 因为你游标在哪里 它就帮你把这个函数返还的结果 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这个整个cycle ok 那我run一下给各位看 基本上呢 做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试着乱乱看了 那再来我们来试一下 这基本上没有问题 把它关掉一下 把它缩小 ok 再来就是直接 插入函数 重来一下 插入函数的话 一样会有使用者定义 一样会手机 再来给它三个资料 1 一个萝卜一个坑 2 3 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地方 会返还结果给我在这里 暂时存放嘛 因为我游标是放在这里 所以呢 它会帮我把最后的结果 再丢到这边来 就完成整个流程 所以基本上它是什么 跟那个sub不一样 sub是直接抓储存格的资料 串接完丢到那个格子里 那function是你给它资料 它帮你把你给它的资料 串完之后 再丢到你现在游标所在的位置 OK 所以这边的话按个确定 但是我发现好像有bug 欸 渐渐 好像写错 怎么办 看一下 是不是啊 这边多串一个渐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把这个渐拿掉 OK 那这边又多串一个 好 那串完之 这个改完之后 如果你要让它 这个重新重整的话 其实很简单 打个勾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不过你会发现哦 Function 比较麻烦 它不是跑回圈 所以最后你还需要什么 自己在手动 点两下 那这个点两下 在刚刚填满是跑回圈 从头跑到尾 所以两者呢 在这个地方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也许请各位 试着做做看 Function部分 制定函数 这个制定函数呢 会是在哪里呢 我们讲义里面的第三十页 试一下 那主要是熟悉规则 因为未来我们同样的规则 会用在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范例里面 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这些规则 可能慢慢 除了你要会之外 还要尽可能的熟练它 因为反正熟练之后 以后你在工作里面 要做什么样的VBA的一个 无论是按钮 无论是制定函数 都会遵循一样的规则 只是你稍微改动一下 你要的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V题 算是比较简单的 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 后面还会慢慢 再稍微困难一点点 再困难一点点 因为这一题 基本上没有逻辑判断 还算简单 所以如果你要再加上逻辑判断 那这个复杂度 又会再更加升级 所以这边后面还会再提到 下一次也许会再看其他练习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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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